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放 他话音一落 同时不成已经用力地挥舞手中的匕首粗壮的绳子 瞬间被割断了 同时不成卯足了力气狠狠地推了一把粗壮的树干 树干在重力和推力的作用之下 瞬间突然甩了出去 不成此时瞅准时机 手中两把匕首闪电甩出 砰砰两声 绳索崩裂的闷响 粗壮的树干立刻脱离了绳索的束缚 在惯性和重力的作用之下 瞬间宛如吉尺的火车一般地朝着山下俯冲而去了 任他和家荣千算万算 也不会想到我们会选择这里 此时荣和书正坐在车上悠悠地冲前方的火卫说道 不过这小子确实是我们悬疑们的心腹大患呢 如果不尽快把他和他的势力除掉 我们以后恐怕 砰的一声 荣和书话还没说完呢 突然听到前方一声巨响 一条巨大的巨木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到了他们前面那辆车的车身上 脆弱的车身在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根本毫无抵抗力 宛如纸盒一般直接被压扁 挤成了一团 司机急忙一脚踩住刹车 接着猛地一打方向盘一个飘移 侧身往前甩去 车身砰的一下 撞在了横担在路上的巨木 不过创击力并不大 荣和书双眼睁得倒大 面无血色 咽了口唾沫 他刚刚的话还没说完 没想到就遭遇了如此大手笔的伏击 要是刚才行驶在最前面的车是他们的话 那他现在可能已经被砸成肉泥了 掌门 你没事吧 木卫急声冲荣和书问道 同时往左右山坡上望了一眼 神情也是又惊又差 一时间迷惑不已 不清楚林语是怎么知道他们会走这里的 看这早就已经削好的巨木 可以断定林语早就猜他们会从这里经过 妈的 扣 火卫怒骂一声 气得踹下车门 快快快快往后退 木卫急忙抓着手里的微型对讲机急促地催促道 他知道在不清楚对方实力的情况之下 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退出去 只有到了外边的主路上 他们才有逃生的机会 后面的车辆接到他的命令之后立马开始掉头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边的山坡上一根靴尖的巨木也是瞬间呼啸而下 这根巨木浮冲的速度更快力道极大 虽然没有砸中先前掉头的那辆车 但是却是扫到了车尾将整辆车冲击在原地打了几个转才停下 而巨木也狠狠地撞在地上的山坡路机上发出了一声砰的闷响 横挡在马路中间 此时被冲击的车内三名悬一门的成员见自己还活着顿时喜出望外 一边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一边笑哈哈起来 但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时被巨木刮坏的油箱猛的炸裂开来 整辆车瞬间被巨大的火焰吞噬 后座上的两名悬一门成员 直接被强烈的高温靠成了灰 啊啊啊 前座仍有生命力的那位悬一门成员顿时惊声惨叫 从车上跑下来声音凄惨无比直冲天机 但是跳动着的火焰已经燃尽了他的全身 他刚跑了十多米便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 没了声息 被烧化的手脚宛如脆弱的泥土一般的一摔几 黑色的粉末四下纷飞 在场的悬一门众人看到如此惨烈的场景下的面无血色 车上的人几乎全部都冲了下来 迅速的跑到两侧的山坡下面 用后背紧紧的贴住身后的水泥墙满是警惕的望着对面山坡之上 提防着会不会有其他冲下来的巨木 同时双腿紧绷做好了随时逃跑逃避的准备 掌门快快过来躲好 木卫和火卫拉着龙鹤书从车里跳出来躲到了右侧的山坡下面同时抬头无比紧张地望着对面山坡 山坡上有人 这时一个悬一门的成员看到山坡上有一几道迅速的身影跳跃下来 顿时面色大惊 而另外一边山坡下 悬一门的众人同样也注意到了自己对面山坡上的人影 立马高喊出声 另外一面也有人 山坡上迅速俯冲下来的黑影正是林鱼等人 此时两根巨木冲击而下 已经截停了荣和书他们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真刀真枪的对战了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实力都已经摆在了明面上 任何轨迹和机关威力都已没有用了 现在比的就是实力 绝对的实力 在这场肉搏的厮杀中最终获胜的只是实力最强的那一方 大家不要慌 他们人数比我们的少 我们跟他们拼了 此时木卫扫了一眼左右山坡上的人 见林鱼他们的人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少 立马稳定了心思 他也意识到了此时已经避不可避了 想要活就只能拼尽全力的迎战 何家荣交给我 你们对付其他人 此时木卫昂首挺胸站了出来气势 恢弘傲然说道 记住我们誓死也要保护掌门安危 悬一门的众人被木卫这一席话 这么一喊顿时也镇定下来 他们也发现对方人真的不算多 哪怕他们死伤五六个同伴 人数仍然比林鱼他们还是要多的 更何况悬一门五大内卫当中最强的两名都在这里 他们也没什么好怕的 誓死保卫掌门安危 一帮悬一门的成员跟着高喊起来 接着立马将身上的黑西装脱下来 往旁边一扔露出了里面黑色的浸身衣 同时也各自取出了一把带翘的短剑 迅速地聚拢在路中间围成了一个椭圆形将融合书 木卫火卫围在了里面 紧接着他们掏出随身携带的针迹 直接扎入到自己的胳膊上 在药剂的刺激下 他们瞬间变得亢奋无比 甚至连眼睛都已经泛起了红光 作为悬一门内专门保护融合书的人 他们平日里自然没少做训练 所以饶氏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 他们仍旧有条不紊地坐着该做了一切 几乎在这一瞬间 便做好了营迪的准备 林宇和胡秦峰等人也已经左右从山坡上冲下来 没有丝毫停滞 朝着荣合书一众黑衣人扑了过来 杀 杀 给我杀了他们 荣合书看到这阵势反倒没有太大的慌乱 他沉着脸冷声喝道 杀一个我就抢一个亿 听到他抛出了如此诱惑的条件 一众黑衣人更加的兴奋 大吼一声挥舞着手中短剑 朝着林宇等人便冲上去 胡秦峰布成百人图沙江下来之后 瞬间便与黑衣人作战成一团 因为这帮黑衣人是荣合书的专属保镖 自然个顶个儿的都是整个悬一门内百里挑一的高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